好 最新的連線資訊要來看到是 嵩山慈惠堂1連2天發1000張的號碼牌 讓1000人可以免費領快篩 所以今天早上北部地區 雖然天氣濕凉 還是有好多民眾來排隊 連線給新倫 不過我們現在確診確診數 是持續的以非常高的速度來持續增加 所以現在所有的流程都必須要再加快一點 尤其目前確診者還要等PCR結果之後 才能視訊問診 而且才有辦法取得新冠肺炎的口服藥 現在說為了要加速流程 指揮中心在昨天校 以新鮮跟專家開會討論 原意說改成快篩陽性之後 而且經過醫師討論就可以取得口服藥物 但詳細配套措施 現在地方政府還在討論當中 而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話 也要小心確診之後 小朋友也可能會出現常新冠的症候群 香港有一位醫師表示說 他附診了130名的新冠確診兒童 結果發現有一成出現了失眠 頭痛 還有一些長期一些後遺症 有些人甚至還記憶力因此變差 甚至有人是出生了精神問題 另外也包含了長期咳嗽跟氣喘 所以醫師也呼籲說 如果小朋友他已經確診 而且康復之後 但是持續出生了發燒 或者是皮膚出疹 眼睛紅腫的症狀 建議家長趕快帶小朋友去就醫 而除了小朋友之外 以成人來講 其實現在多數他們可能 在領藥的時候都會發現自己 有時候會擔心拿不到抗病毒藥物 尤其他們還會發現說醫師 他們還分享說過去在西班牙 回顧的時候研究也發現 確診者如果說使用化痰藥NAC的話 可能可以減少死亡率 同時也提到說這款藥物 全台的醫院跟藥局沒有缺貨問題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確診之後 還在隔離當中 而他認為現在疫情大爆發 沒有必要快篩陽通通都做PCR 交給易景 好 為什麼快篩陽 沒有必要全都做PCR呢 他認為因為現在很多人 都是輕症或者是無症狀 甚至在家不需要用藥 也可以慢慢的康復 所以他說現在根本就是 另類的台灣奇蹟 因為好多人通通擠去急診 要來排公費的PCR 那麼他就說這個人數 已經多到一天大概是10萬人了 那麼比較一下這個篩檢量來看看 他為什麼會覺得說 不需要每個人都做PCR呢 他說當要做PCR的時候 前提應該是需要有足夠的 醫護來採檢 那麼現在以台北市的採檢量 來舉例說最多一天 可以做3萬個 那麼如果說是快篩陽 是大於PCR的量能 也就是多於3萬例的話 那根本就不需要做了 因為根本怎麼做都來不及 而且他也強調說 醫院的量能應該要回歸到前線 去急診還有幫助一般的病患 而不是全部都是急庸在做PCR 那麼他也提到說了 之前警惠中心特別講到說 如果是把快篩陽 就當作是確診的話 會有一些風險 因為程式中說 可能會有偽陽性的問題 還有一些法律層面的問題等等 但是黃珊珊就說了 其實醫師判斷是最重要的 如果快篩陽性 醫師能夠經過判斷之後 就可以直接給藥的話 那麼豈不是就省掉了很多的程序了嗎 就不需要被PCR的程序來耽誤 因為畢竟出去出每一趟 又要回來隔離 其實這相對的時間 還有整個程序都比較複雜 又有風險 而且他說如果每日 全台灣超過20萬確診的話 真的不需要做PCR了 為什麼會以20萬來舉例呢 因為20萬這個數字 就是全台灣現在 一天能夠做的PCR的量 所以等於是如果超過20萬的話 根本不需要匡列跟隔離以及PCR 只要自主管理就好 他也認為公司應該要 給予一些防疫價 那麼他現在就說了 現在一天10萬人的排隊要做PCR 真的是算是另類的台灣奇蹟了 再來看到有老闆說 如果年底之前員工沒染疫 年終獎金可以多一點 但這可能會有更慘的後果 醫警 好 沒有錯 這個老闆昨天大家都在大讚說 太佛心了吧 積極的防疫的話 如果員工沒染疫就可以多領 這個年終有一個月的獎金 好像聽起來不錯 如果你是員工 你會積極的防疫嗎 但是現在很多的網友就說 他就講到說 如果11月前沒有中獎的話 員工就會有年終多一個月 甚至他也說 如果老闆他自己 我自己確診的話 就要再捐一個月的月薪 來當尾牙抽獎的獎金 可是網友就說到了 如果說這個快篩的這個結果 員工是有造假 或者是已經染疫還偏偏來 公司上班的話 那豈不是更慘嗎 公司很多人可能也都會有 確診的風險 所以很多人對於他這樣的做法 其實是看法相當兩極的 時間再還給 華仙 再來關心 面對台灣快篩大缺貨 民怨四切 而其他國家現在已經走過了 疫情高峰 到底是怎麼超前部署呢 帶你了解 立院法治局建議 高中以下停課到這個月底 考量的原因是什麼呢 易景 沒有錯 現在有人建議說 這個停課的時間 應該要到月底 最主要是因為指揮中心也預估 在5月的下旬 有可能單日會出現 10萬例這樣子的本土個案 也就是說有可能5月底 就是這一波疫情的高峰了 所以也因為這樣 像是還包含了 美國CDC這邊的研究說 包含了兒童還有青少年 跟成年人比起來的話 他們其實是更容易染疫的 因為最新的數據顯示 他們每4個人就有3個 青少年或兒童驗出了抗體 所以現在立法院的法治局 就說了最好還是希望說 高中以下停課到5月底 或者是到6月底的學期末 為什麼呢 最主要是因為 如果現在學校有人染疫的話 可能就會趕快來進行停課 等等的措施 所以短期內的停課又再復課 停課又再復課 可能會增加很多的困擾 所以第一個 當然這個如果不停的話 會增加染疫的風險 而且如果停了的話 會減少師生的困擾 認為還是可以來停課 到5月底會比較好 但是也考量到很多是雙薪家庭 所以他也建議說 像是教育的主管機關 應該讓學生跟家長選擇 是要上實體課 還是可以選擇遠距教學 還有美元指數 強漲現在日元今年重貶 但有機會可以反彈嗎 易景 好 多人都在問說 日元會反彈回來嗎 因為日元重貶之下 已經好一陣子了 最主要你可以看到這個比較 來看最新的數字是 日元是127.52元換1美元 但是之前最慘的重貶 算是20年以來最低的是 131.35日元才換1美元 所以現在稍微回來了一些些 最主要可以看到 因為日元算是現在被稱為 是最弱的雅幣 有沒有機會這個地位反轉呢 因為截至12號的時候 美國的指數是漲了9.05% 那麼韓元其實也貶了7%左右 日元是更慘了 重貶10%上下 所以才會說它是最弱的雅幣 但是現在微幅的上來了 最主要因為美元之前大漲狀況 有一些鷹派的升息的調整 還有就是俄烏戰火的延續 以及全球通膨 所以讓日元大漲了 不過現在策略師師就說了 這個日元可能會反彈 就是因為目前看起來 中國的成長已經放緩了 再加上聯準會 接下來有可能開會 要可能要升息 所以一升息之下 就會相對的 對美國的經濟造成損害 也因此日元有望 就可以變成比較好一點的避險資產 但是有沒有可能會大幅的反彈 是有機會的 但是還是要持續觀察一下 時間還給花仙